小廚菊花藝 欢迎来到小厨菊花艺学校 我是花艺师吴妮艳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胸花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胸花呢? 立文结婚的时候 新郎、新娘、主婚人、伴郎伴娘 都会用到胸花 以及像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会送妈妈一个康乃馨的胸花 可以别在胸口 或者是毕业的时候 毕业生或者是老师 都会在胸口别一朵胸花 那常见我们都会是用一些人造的方式 作为胸花 那如果今天上完这堂课 大家学起来的话 就可以自己做胸花 送给重要的人 那我们先进行花财介绍 那首先呢我们有准备了这些花财 那我们今天的主花是 奥斯丁紫色玫瑰 那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直接就是这样花 聚集起来直接把它绑成胸花 因为这样你的脚会太粗 所以我们会做铁丝技法 那我们先把玫瑰呢 我们比一个2 在这里 那把多余的花筋剪掉 我们剪一个斜切口 好 接下来呢我们用 铁丝 好大家这样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用铁丝穿过去 玫瑰最胖的花筋最胖的地方 好 然后把它折下来 那另外一边呢我们一样也穿一下 这个技法叫做十字技法 那花衣胶带跟一般胶带不一样 它需要拉扯才会有黏性 所以我们就一边转一边拉扯 好 好 那我们的玫瑰就藏完了 那接下来呢 迷你玫瑰 我们一样用铁丝 那我们现在下一个技法叫U型技法 我们把铁丝弄成一个U 然后我们放在你的 迷你玫瑰的花筋这里 那我们绕三圈 拉直 好 所以你的迷你玫 现在就有一个铁丝的花筋 那我们一样缠一下花衣胶带 花衣胶带记得一边拉一边转 那剩下的呢 有星辰花 卡斯比亚 尤加利叶 都是用U型的技法 那我们现在就快速的把它们完成 好 那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花 都把铁丝缠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组装我们的胸花 那我们的胸花呢 我们先研究我们的主花 会有一个花面 玫瑰会有一个花面 像它这样你看到的面积是比较多了 这样看起来就是都是背面 所以它的花面会是在这里 那我们胸花呢 我们不会让它花在朝上 我们会让它微微的往前 让花是看着前面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组装我们的花 那我们让玫瑰旁边有迷你玫 很像它是 它们是一组的 它是 大花 然后它是出生的小花 然后我们让它在旁边 组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的新橙花呢 我们让它组合在你的玫瑰的另外一个下方 好 那尤加利我们让它组合在玫瑰的右上角 卡斯比亚让它组合在左上角 好 那如果说我们等一下铲起来觉得花不够 我们可以再补 那我们现在先试试看 看一下这样的花量是不够的 那我们先把它铲起来 那我们记得我们握点都要握在同一个点 然后把它参起来 我现在会觉得我们的这一边是比较空一点 所以我们再做一些卡斯比亚 我们再做一些卡斯比亚在旁边 让它的线条多一点 然后我们也再放一个小叶子在旁边 所以我们再做一只卡斯比亚跟一个叶子 那一样都用铁丝技法 我们用U型的铁丝技法 再把这两片加工一下 好 那我们再把它补充一下 再加一只卡斯比亚 再加一只卡斯比亚 好 一只一只小的 有加利叶 好 那我们就把它馋起来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一个这个是胸花夹 那我们把胸花夹呢 你的绑点的最高点把它放在你的 胸花的这个夹子的底 这个点 那 这个的高度大概就会是你玫瑰后面的这个地方 玫瑰的脖子后面 然后所以你这样固定上去 刚好会是我们要的位置 所以再跟大家确认一下就是 你的胸花夹的最高点 会是在玫瑰的 这个位置 好 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把它们 胸花夹跟你的铁丝 缠在一起 好 那多余的部分我们就用铁丝剪刀把它剪掉 好 这就是我们的胸花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用缎带 把下面这个部分缠起来 那缠起来呢 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把胸花拿相反 那我们会先把前面跟后面这边稍微固定住 然后要包它的底部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开始往上绕 那一开始初学者可能你这样在绕的过程中啊 可能会松脱 所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作弊的方式 好 我们用热熔胶枪在你的这里点一下 我们用热熔胶枪在你的这里点一下 好 然后把它盖起来 好 那我们让它黏一下 好 那我们让它黏一下 好 然后我们慢慢地往下绕 然后慢慢地往下绕 好绕到最后呢 我们就一样用热熔胶把它固定起来 一样我们点一滴 然后把缎带盖上 然后就可以剪掉了 然后把这个剪的痕迹藏在后面 比较不会被看到 那接下来我们要打一个蝴蝶结放在这里 放在你的胸花的下面 那蝴蝶结我们打就抓住两个耳朵 然后耳朵交叉 直接打起来 然后我们就慢慢调整 调整成你要的大小 慢慢拉慢慢拉拉到你要的大小 那可以比比看啊 看会不会太大或太小 好像这样还可以 那我们就点一下把它黏上去 点一下这个蝴蝶枪 然后把它黏在中间下面的位置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剪一下我们缎带的脚 脚呢我们就 剪一个斜脚就好了 斜斜的 另外一边也剪一样 斜斜的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的胸花作品就完成了 那我们把它比在胸前看起来会是这样的状况 那胸花呢这样的设计我们通常会一般这样的配花会比较常用在婚礼 给主婚人或者是新郎 伴郎伴娘使用 对那如果说今天是母亲节的话你们就可以把主花换成康乃星 那它的铁丝技法也是一样的 记得是十字技法 那其他的配花都是用U型技法 对那大家可以回家可以试试看 然后不同的节日你可以选用不同的主花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传讯息或是留言跟我说 我会再一一回复大家 那我希望这个胸花的作品呢对大家有帮助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我是花艺师吴妮艳 小雏菊花艺期待与你的每一次相遇